今天是2014年的7月15號 也是泛國國慶日的後一天 現在來到抵達到尼斯的機場 這尼斯的機場現在看到整個尼斯的英國人散步大道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在整個英國殖民時期所開的部分 最早只有兩個道路後來開著八個線道的部分 在這全長大概有接近5公里的路程 就是很多國外的法國還有外國外的來這邊做Summer Vacation 那大部分有些沙灘還是屬於是私人的沙灘 這邊屬於碩利岩的部分 跟我們明天要去看的Kennis的坎城那邊的是沙灘的是不太一樣 再來再往前後面那邊Cruise後面那邊就是 就是比較偏向山丘後面就是Mona哥 這個叫Miami Beach Miami Beach在1996年有去過一次 黑人也要想要曬一曬想要曬更黑一點 上來可以看到這邊英國山目大道的或許現在時間還不到吧 所以還是人數還不算很多 可是這是已經他們在Jolash他們的旺季的部分 那這邊有Health Center 這車Bembo 這邊也是屬於私人沙灘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最悠閒的話應該騎上著自行車繞一圈的部分 這邊在曬太陽了 玩水的相對少還是比較少 曬太陽的居動 這個叫Niscus Azaza的小游泳池 不想是海水還是淡水了 這邊人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比較多偏向於老外比較多 在整個英國人山目大道就可以看到 就是明可十八號街機 他們可以這邊坐一坐 這部就比較少安排球 小的碩利也有很多 地中海的藍還是很不錯 地中海的藍還是很不錯